近日政坛和娱乐圈爆出多起性骚扰事件 其中出道多年的演员许杰辉 日前被多名女性指控性骚扰 后来她在脸书发出道歉声明 表示将会生自反省 并宣布日后将停止所有公开活动 推出演艺圈 不少人针对这件事情 在社群发表看法 其中高人气网红广告小妹 近日在脸书发文表示 她和老公讨论最近烧起来的那几把火 她喃喃自语说 选举投票时是不是该列出谁没有信骚扰过 老公当时回答说不需要列 我知道谁不会 罗志强、蒋万安、马英九都不会 接着又说 她觉得赖清德也不会 广告小妹同时在贴文中透露 我对娱乐圈比较没信心 目前想押宝于晨沁和黄子娇两位男性 最后她还对两人喊话 求你们不要让迷妹我失望 请不吝点赞考 台湾后